字幕君 世景豪们近日剧情高潮迭起 在剧中被陷害入狱的何豪杰 因为案件找出真正的凶手 既然是由吴东彦饰演的李承荣 喜亲冤屈的他近期也即将出狱 而由于何豪杰需久没有进剧组 一回来拍摄让现场工作人员纷纷询问是不是胖了 对此他表示自己是变状了 自从角色入狱后 他一个礼拜就至少会到健身房健身三次 后来知道角色即将出狱 就加强了重量训练 一次都长达两个小时 他跟笑说 因为角色被关了五年 在劳里一定做了不少劳动服务 身体变状才能够更贴近角色 而在拍摄角色与家人们团聚的片段时 何豪杰之呼真的非常享厌大家 当天不仅有演员销会 就连傅子纯与谢静影也都到场 此外当天没有班的廖家仪 还特地带了点心到现场 对此廖家仪则表示 虽然这场戏没有他 不过自己很想念何豪杰 最后决定要冲到现场的汉班 贴心的举动让何豪杰感动直呼 这也太贴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